今天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暴力的新闻 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的年代 为什么还会有人在没有任何的预警之下 用怪手这样的机器 去把别人的一个修行的地方把它摧毁 修行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 是为了整个地球的震动频率的提升 地球已经来到了一个黄金纪元的年代 为什么还会有人用这样子的行为 要去破坏别人的修行呢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为什么你们的这些行为 这么的暴力愚昧无知 难道你们背后有什么隐藏的利益想要得到吗 如果没有达到你的目的 你就不断的要去摧毁 这样子一个在修行的寺院跟僧侣 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对待他们 所以我呼吁所有的修行的这些身心灵的老师也好 所有在这个地球上也愿意更和平更临近 让地球提升更快速的这些所有的同修们一起站出来 让大家知道这样子暴力的行为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可原谅的事情 感谢观看